红萝卜 明明铁 铁刀铁刀 咬狗链 你以为我们死产的狗链就是红萝卜吗 No 我们要吃腊肉 排骨和香肠 看一下我后面这个壮观的场景 在我们四川话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词来形容它 大户人家 我们今天来的这家旭三妹排骨香肠 据说是排骨香肠的发明者 我们来看一下这家首创排骨香肠的店 好吃在哪里呢 我要喊你三斤吗 你可能要喊我三斤 这是经常管好的香肠吗 对 这个是光味的 这边是麻辣 这个是麻辣 那个是花生 那个是五香 还有五香 还有拐碗 那个是拐碗 排骨还是有五种味道 拐都拐了 那我今天要吃好多钟 那我感觉你们家是什么香肠 需要写一本说明书 有 有我们很难 这个塞 这个凉都有 都有 都不一样 今天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排骨香肠是什么程度的特色吗 排骨香肠是我尝试出来的 我今天终于接到排骨香肠的妈妈了 师傅这个手法确实是更紧的 好 这个是一刀饼鸣 一刀饼鸣 一刀饼鸣 那像排骨 你们每天要煮好多链 最多鸣是一千不六 一千不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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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第一次拍探店 试试环节需要在我工作室里面拍 因为它不仅是没有糖食的地方 它还是生的 我们回来煮了半个小时 现在可以开始吃了 我先吃香肠好了 是不是感觉很像吃西餐 这是五香是不是 它颜色我看出来的 我咽口水 切太大块了 它的五香味道酒味很浓 就是跟你想象中的五香味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那个肉 就是属于很有嚼劲的香肠 就你越嚼 它那个香味会越出来 但是调味上没有让我太多惊喜的地方 就是酒味很浓的五香味 平平无奇 这个就是我最期待的 我跟你们说 就是花生香肠 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美好回忆 看这个恒青面 我要哭了 好香啊 这个花生香肠是麻辣底的 它那个花生是剥皮的花生 就是光溜溜的花生 它跟那些很油软的肘 待在一起 那个油就会浸到它的表皮上 所以花生吃起来 它其实不是脆的 它有点软韧软韧的 花生好香啊 它坚果的油脂跟脂肪的油脂 混合在一起 就一个字太香了 在这两种特别的味道里面 我尤其推荐大家花生味 它真的能吃出你童年的味道 你知道吗 这个黄色的是烧烤味对不对 那是怪味 麻辣 一控四种你猜错了三种 公布答案吧 五香 这是五香吗 嗯 这个五香的排骨香腸 要比五香的香腸好吃一万倍 它那种淡淡的调味料 让那个猪肉的香味真的是 升华 而且是清淡的 你知道吗 就是清淡的调味 但是就越搅越香是怎么回事啊 我再确认一下 一个谜 它是不是 我猜测到一个猜想 它是不是因为肉太多 然后就是酒味会抢掉它那个五香调味 但是排骨这个它肉很少 它是骨头比较多吗 它那个肉和那个五香味就混合得刚刚好 这个是烧烤吗 错 怪味 错 麻辣 对 一共就像三种 我以后再烧一块 你来才 你来 你来 好吃 好吃 准确来说是麻辣回甜 它有点想锅子牛肉 我曾经有吃过很麻辣的那种排骨香肠 它们家是属于比较温柔的麻辣 而且它还有点回甜 我觉得它这种麻辣是容易上瘾的那种 因为你觉得不是很辣对不对 而且还有点回甜 就很讨喜 你就拼命吃 拼命吃 然后就会胖 粉色就是什么 烧烤 对了 耶 加一分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烧烤味的排骨香肠 哇 它外面的皮好脆哦 嗯 孜然的香味 芝麻的香味 然后再来才是花椒 最后才是辣味 它是 整只给抵倒拔死的烧烤味 你如果拔了 烤箱里面去烤一下 它就是烤烤排骨 你还可以撒点虫花 评选出你心中的前三家 我就能跟你们说吧 香肠里面 它们家的麻辣香肠 跟广味香肠 已经是受到广大粉丝认可的了 今天我们吃的花生跟五香里面 我至爱花生 真的超级爱 推荐给大家吃 然后在四种口味的排骨香肠里面 其实我觉得应该算两种 就稍微清淡一点的 两种稍微重口味一点的 在清淡里面 我觉得五香味真的很好吃 它能把猪肉的肉香跟五香混合在一起 混合得非常的和谐 很好吃完美 perfect 然后冻口味里面 烧烤味的排骨香肠 真的是 太好吃了 今天的餐店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 猪脸好胃口 长得像小猪一样 白白胖胖的哟 哈哈哈